第2所特刊第4號,王淺穎認為台北斷層的走向並非為完全一直線 石油灣區的 新一計畫區所居的斷層是破碎的 地質學家徐鐵良將台北斷層在1984年歸類為活動萬層及客人活動萬層 因為他認為在斷層的山地與沖積的平原交界處是明顯的斷層的線 第2個是在林朝中提里引發這兩位所葬 他是說在依據五大名的歷史根據記載在1694年曾經有發生過6.4的地震 還有相關的一些資料證據 認為台北斷層是一個活動斷層 接下來是在葉益雄根據地震的觀測 發現台北斷層的即興地斷層有一些小地在發生 之前也有說20年前R03環瓶沒有通過 那是地質的問題 那後來為什麼會造成台北斷層 或是活動斷層已經移除就帶過 那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那R03這邊地層因為鬆軟 開發施工動作 力道較大 然後造成較大的震動引起聚焦的搖晃 那有一些安全的疑問這樣子 那再來是R03車站的天生條件較差這樣子 那有說到什麼像中和線啊等等 再來還有一些景美層、歷史層 那說這邊呢它的地質層 它的那個支撐力比較強 那說R03破水帶的阿Q力比較低這樣子 所以認為有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提到說這次206南台大地震 而活動斷層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就有一些有關就是活動斷層 與非活動斷層的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認為說斷層是容易發生地層的地方 只要是斷層呢突然講是熱不夠 那是地質脆弱的地方 那第五點呢就是說 台北斷層和青天斷層間的山上有密集的小斷層 那之前也是採集了一個密集區 地質比較不穩這樣子 那景陵、虎山、豹山、大自然的反撲是驚人的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對那個有關台北斷層呢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邊北部呢 就是我們台北地區的一個斷層的一個分布的概況 那我們的台北斷層呢是一個逆斷層 它的位置呢就是從這邊 從東北邊這邊 往西南邊的一個走向這樣子 那它的斷層面呢是東南傾斜 那由北入北海岸的深澳地區 延伸到汐止然後南港 那最後引入到這個台北盆地這邊來 然後延伸到中和 然後一直到尾巴的形狀斷層 那我們的工程呢 也就是說R03車站的位置就是在這個紅色框框這邊 那有關就是 我們本次就是R03車站的相關位置的概況 就是說這個是已經蓋好的一個捷運車站 這個是向山站 那我們的工程範圍呢 從這邊R05的圍軌一直向東北邊延伸 那這邊就是R03車站 那從沿著那個信義路 然後沿中坡南路一直往上福德街 然後最後到這個圍軌就是這個公園這邊 那我們的台北斷層呢 它在信義區 那至台北 台北那個廣池博愛院以北偏東70度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斷層北偏東70度 那一直到這個松德路這邊呢 轉成60度的方向 那主要呢它的破碎袋呢 是這個裡面深色的 70公尺 那含吃藥破碎袋呢 是總共是170公尺 那國內呢 針對這個台北斷層呢 其實有做過很多的一個相關的分析和研究 那前面三種分析 首先呢從那個構造分析 台大那個王子民教授指出 台北斷層呢 大地因應由原先的 這個東南西北向的擠壓引力 轉為一個伸張引力 也就是說本來是擠壓的一個斷層 現在已經伸張了 那這個台北斷層呢 大概在更新式 也是在10萬年前 大概已經停止活動了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資料分析的一個成果 那再來就是說 在我們中大的那個王前寅 王教授 他有做一個現場的一個政策 依據淺承 反折設政策資料研判 台北斷層呢 並為切磚其上腹的松山城 推斷兩萬年來 斷層應該就是屬於一個 非火動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是地層的一個分析 中央地址 調查所的那個林朝中 前所長 整理多項的一個鑽彈資料 發現台北斷層 附近的景美城 並沒有跟那個斷層有 有一個相關的落差 那松山城也可以 可以做比對 那一般我們的台北斷層 在景美城 成績之後 並沒有在活動 那最後呢 是我們那個經濟部中央地址調查所 在民國89年10月 將台北斷層 自活動斷層中移除 所以說 現在台北斷層 它是屬於一個 非活動型的一個斷層 那我們可以來看到說 這個 我們本工程的範圍 大致上就是 沿著這條 新一路六段 然後 沿著福德街 然後到我們的 R03車站 那一直往北邊 中坡南路到最後尾巴的 這個通風景 這個公園這邊 那 主要的那個斷層 我們套匯在上面 台北斷層 在中間這邊 主要斷層 及次要破碎袋 那 在我們的R03車站的 東北角 可能會遭遇 這個次要的一個破碎袋 那R03 往那個 微軌通風景這邊 的景遁機 可能會坐落於 就是會經過這一段 那個台北斷層的 次要破碎袋 那初期呢 初期的那個專態 曾經在這邊 靠近三邊這邊 發生一個湧水 那 就是後來 在汽車階段的時候 做一些相關的鑽探顯示 在我們的工區內 並未發現一個高壓的水壓 這樣子 那 我們的車站呢 在做連續幣的時候 還有正體開放過程 可能會遭遇到那個 呃 成呂發打擊嚴懲 或者是那個 延遲粉碎鐵 夾 那個 減裂泥或是 減裂腳裂袋的那個破碎袋 那 潛頓在鑽掘過程 也可能會遭遇相同的一個狀況 那 本來呢 在民國92年10月21號召開 那個 信義東延線 增設車站的可能性 的一個爆發審查會議中 以會的會議的 地調所那個所 那 賴典張副所長表示 以台北本地的力學性質研判 台北斷層應不具活動性 那 中大的李錫提教授也表示 重整 許多相關文獻一些調查 台北斷層的活動性應該極低 那 綜合前述 還有斷層對本工程 應直接重大的一個影響 那 但是呢 我們在設計階段呢 仍將那個 斷層的破碎袋的施工影響 那納入考量這樣子 那 以上就是 這本質工程公佩了一個 陳述及恢復這樣子